好剧不怕玩,热记我来看,欢迎来到嘟嘟看剧 今天给大家看一部极具讽刺意的动画《天堂与地狱》 故事发生在阴间,一群饿死鬼正聚在一起吃饭 看着热气腾腾的汤水,每个人都想饱餐一顿 可他们手里的大勺子实在是太长了 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喝到一丁点汤水 这样的事情也让大家愤怒不已 心里随时都会爆发压抑已久的负面能量 说什么来什么,就在一个女人再次尝试时 对面的男人直接将她的勺子打翻 这下可好,女人由于失去重心,最后差点掉进了深渊 还好勺子够长,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可一个不小心就把汤水泼到了男人身上 这样的事情也让男人勃然大怒 于是一气之下直接打断了别人的勺子 一时间人群大乱,大家都不敢再有异动 每个人都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刚刚的那个女人又出手了 只不过,这次她不是为了自己 反而将食物送到了别人嘴边 可由于勺子太重,女人的手臂也不由自主地颤抖 眼看汤水越洒越多,其他人也纷纷帮忙 就这样,因为有了大家的帮助 终于有人喝上了美味的汤水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阴森的地狱突然间有了彩色 回想之前发生的一切,这不免让人感叹 天堂与地狱真的就是一念之间 自私自利,只为自己的行为就是身处地狱 谁也别想吃到东西 反之,如果学会善良,学会互相帮助 那你就是天堂的一份子 而吃到东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所以,嘟嘟希望大家做一个好人 因为好人会有好报 你的善良一定会给你带来好运 好了,又到了给电影打分的时间了 一到十分,你会打多少分呢?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是嘟嘟,我们明天见